好,各位好 那很荣幸今天能有这个机会 在线上跟各位业界的伙伴 分享一下我们在汽车零配件里面的一个轮胎制造行业中 所提出的一个轮胎连纱布自动凭接方案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主要跟各位报告的重点 会先从轮胎制造行业这些的一些背景内容 还有就是目前客户在制造轮胎上面 遇到的一些生产的痛点 然后以及我们开发这个方案 我们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方案 然后可以带给客户哪一些效益 这一些背景原因 那再来就是我们实际在客户端那边的一些案例的分享 以及说明一下我们台达在这整个制程上面 我们在整个系统上面提出怎样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说明 好那首先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关于轮胎产业的一些生产背景跟痛点 好那第一步先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关于主流轮胎的一些种类 我想其实大家在路上看到各式各样的轮胎很多种 轮胎大家都不陌生 那其实各式各样的轮胎 不管是汽车用的 修理车用的 或是小型的机车 自行车 甚至比较大型的卡车 货车 只要在路上跑的车 其实都会用到轮胎这个东西 那以目前的轮胎来说 主要主流分两种 一种是斜胶胎 一种是植物线胎 那其实你从外部看起来 轮胎其实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那主要是它轮胎里面的一些设计的结构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以左边这张图来说 它就是一种斜胶胎的结构 那所谓斜胶胎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轮胎里面的一个连纱布的纤维方式 它的排列方式 一个左斜 一个右斜交叉排列的去堆叠起来 那右边的一个图的话 就是一个植物线胎 那它的连纱布的纤维就跟胎体的水平 是一个平行的方式做排列 就像地球表面的植物线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也粗略的说明 就是它是称为植物线胎 那其实在斜胶胎 它在一位有连纱布堆叠结构的一个特色 所以它给轮胎的整体的强度 会是比较强壮的 那自成来说 它相对植物胎也比较简单 所以价格也上面 以业界来说也是比较有优势 那不过这样的轮胎 就适合在一些需要有很多坑洞 碎石路面上面行种的 比如说像农历用车 或是一些比较需要强壮承载能力的货车卡车上面使用 那一般我们开的这些轿车 修理车 它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植物线胎 那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来说 对胎体来说是比较有弹性的 那车辆行走的过程 它的阻力就会比较小 那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车辆的耗油 那所以也适合这种比较高速行驶 那所以就适合在一些汽车 修理车 小火车上面来去做使用 好那轮胎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那这边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这整个轮胎的制程 那主要前端焦料混略 然后再来是焦料收板 钢圈成型 连部裁切 生态成型 最后再流化成型 那这里面的制程 其实我们台达在混练 焦板收料 前面的一个主题 焦板收料 还有现在说明的主题 就是连部裁切 我们都有方案的开发的经验 那如果其实对这些制程设备 有兴趣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都可以留个问卷 跟我们联络一下 好 那所谓的橡胶连纱布 或者我们称为连布连纱布 它主要的原料 其实它是一个软性的材质 它的使用的原料 就是用橡胶 用连布丝编织成连布 那仔细看 我们左边上面 有个简单的示意图 它上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丝一丝的轮路 就像是我们穿的衣服的布一样 它是有一丝一丝的纹路 所以在斜胶态的制程中 它就会将连纱布做一个斜角的切割 让这整个连布的纤维是走一个 左右斜线的一个方式的呈现 然后再去将这整个切割之后的连布 去做拼接 好 那所谓的拼接就是说 在整个设备的工艺流程 那第一步 那前端上有当然是整捆 整卷的一个原始的连纱布物料 我们就透过输送带送到设备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投产 那前面讲到连纱布 在斜胶态那边会需要去做一个斜角切割 就是在它的拼接之前做一个斜角切割 那所以第二个不占别的话 就会有一个裁切刀 那这个裁切刀的话 会以用马达来去做带动 然后以实际客户生产上面的需要 它可以设定一个角度 一个宽度来去做一个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 它整个整卷的连纱布就变成 一片一片小片的一个窄片 那就送到下一站 那下一站的话 传统来说的话 就是用人工带着这个小片的窄片的连纱布 去做一个头尾断的一个拼接 那最后才有一个收卷马达 收成一卷一卷的一个窄片的一个产品 这是整个大概传统制成的一个工艺介绍 好 那在这样整个传统制成工艺制成介绍来说 那其实大部分的客户 我想各位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好像会比较依赖 人工去处理后段这个拼接的问题 那当然其实这个人工的问题 不管是在台湾或是说其他地区国家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就是会面临到 传统产业在缺工以及工资高涨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其实慢慢的在传统产业 他们也都面临到要导入自动化 去尽量减少人工生产的一个依赖 这后面就会变成是一个主流 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工拼接这件事情 那其实各位想人做一眼在这种长时间 我们靠肉眼去对位 然后去拼接这样一个生产动作 一天下来可能做个好几百次 甚至上千次都有 其实这样人是很容易去会做一个变成一个疲惫 那整个做到后面 整个拼接的准确度 其实就会变得互大互小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维持 那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那有的客户可能 我就设置一个龙门机构 然后带动拼接站 拼接连杀部去做拼接 那当然可能在开发跟维护上面 客户比较能够去掌握这个状况 那其实在一些传统龙门机构的整体成本上 还是会比较高的 而且他整个空间会占用的比较大 那整个拼接的一个活动度 空间的活动度 其实也不像机械手来的灵火灵巧 那再加上其实连杀部 它是软性 而且有弹性的一个材质 那输送带移动的过程中 你又上料 然后你又切片 然后再移动到整个拼接上 整个过程中 其实多少都会有些晃动 那所以其实再用龙门机构来去做拼接取向 取料的话 整个进度就会比较差 好那统整一下客户的一些痛点 我们定出一些客户的需求 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进度跟速度 客户会比较要求的 那客户那边我们实际上定出来去调查 可能希望可以维持在其实一米米之内的一个 精度范围内 那生产速度它希望是越快越好 那我们这边定出来可以给客户的需求 可能是绕到每分钟12片以上 那再来就是说轮胎 各位用的轮胎 可能你也看一下你家尺寸是用多少 你的宽度是多少的 那所以它的尺寸跟颜色都是会有不同的规格 来去做一个挑选 那所以就针对要去做客户在做斜胶胎的部分 就要能设定不同的一个裁切角度 以及或是说它的一个裁切后的一个宽度 那这部分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跟一家客户一起开发的一些案例 在这个开发案中 我们跟客户 我们成功的将我们的十周的Gala机器人 我们导入到我们的设备中 那去取代人工作业的位置 那再来其实通靠你机器人导入到 这个人工拼接站其实也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对眼睛去看 这整个连纱布来料的位置准不准确 所以我们这边也应用了我们的台大 自行开发的机器视觉系统 来去做机械手的眼睛 然后利用视觉运算功能 我们去做比较精准的一个拼接对位 然后来满足每一次 连纱布过来的拼接位 取向之后 取料之后是稳定的 那台大机器视觉 其实也能够针对连纱布材料的不同 尺寸啊 然后裁切角度啊 甚至说来料的颜色 不管是深色或是浅色的 来去做快速的取向 来满足客户每次这种 不一样的一个生产需求 那其实整体可以带给客户的效果就是说 我们整合了机器跟视觉系统 让使用者我们可以快速的来去做一些坐标转换的校正 以及整合的控制界面 另外我们每个建立过的专案其实都已经回归备份到电脑里面 它可以在系统中快速的做记录 那方便客户在下次去做切换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个快速的重复利用 那前面说的是一个案例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一些详细的一个架构内容 前面刚刚讲到的是以人工做拼接时候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人工的部分 我们把它换成Skala机械手 那人眼定位 我们就把它用我们的视觉CCD来代替人眼去看 那连纱布其实在视觉范围内会有一个形状的一个辨识 然后再去做系统的自动做一个运算 去计算出其实在两个视觉区域内 一个是录料车 一个是收料车 两边的一个拼接的位置 有多少的一个位置误差 那算出这样的一个SY项的一个补偿值之后 在加油机器人机械手去做一个拼接位的修正 然后达到拼接跟放的位置的一个准确 那其实整台设备上面 这整个的主要控制流程还是会需要运到这个PLC 再搭配人机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用台达我们自主开发的台达的PLC人机产品 那驱动的部分主要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台达的赤浮系统赤浮马达阿斯达系列 在裁刀组上面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切割定位 那在上料及收料的输送带 就用我们台达的一个辨评器的一个产品 然后再带动不管是感应马达这样的一个马达 去带动整个输送带的放料或是收料的移动 好那整个系统搭配下来的整个运作流程 这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这整个流程 那前端的原物料 它整滚的一个橡胶连布 透过输送带带进到裁切组里面 然后PLC再依照使用者的生产参数 你要切多少的角度 你要切多宽的窄片 然后去命令辨明器具赤幅马达 去做不同角度宽度的连刷布裁切 变成一片片的窄片 那输送带将这个窄片 传递在裁切侧CCD这边去做一个视节取向 然后去跟贴合侧那边的CCD 一起去做一个取向拼接无差量的一个计算 那其实在整个计算后的一个位置补偿量 最后会交出一组SYC塔的值 来交给机械手做一个拼接位的调整 然后就来完成每次准确的一个拼接 那最后顺利拼接完成后的连刷布 就有收料机构做收卷 那这样就完成每一次的一个 柴砂拼接收卷的一个循环 好那在细部拆分一下这整个机台的运动流程 送料的部分就是在上游的原料 宽型比较圆形的一个连刷布卷 整片上到输送带里面后 在顺序的进到裁切组执行 PLC就命令制服系统去执行 不同宽度不同角度的精准裁切 就将每个原本的宽片 就切成一个有斜角的 给斜胶态用的一个窄片 好那整个完成之后 在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CCD 就开始针对视野范围内的一个连刷布 去做一个边形的取向 然后算出这头尾端之间的一个位置误差 那误差值算出来之后 再把这些补偿值就交给机械手 去做一个精锤的一个取放拼贴 那另外一个在我们台达机器人 跟视觉系统机器视觉软体上面的一个搭配 就是其实我们有针对就是在CCD视野 范围内跟机械手坐标移动量 作为一个一键标定 一键转换的一个快速功能 好那这边大概说明一下 什么叫一键标定 一键转换的快速功能 就是说其实如各位看到右边这个粉红色这个图 那在CCD的视野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物体移动量 跟实际机械手在大力坐标中看到的一个实际量测的移动量 其实会是需要做一个坐标的一个校正跟转换的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假设说假设说我现在在CCD视野FOV就是可视野范围内看到的红色这个点对于皮手上面视野范围内的坐标可能是假设是500 可是对机械手来说这个红色的一个点对它的终端的一个结构来说它不会是500 它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数字它的坐标不会是这样 因为它的坐标 机械手坐标主要是以大力坐标来去做一个换算 它是另外一种坐标的数字 那这两个坐标之间的转换就会需要一套公司去做一个校正 去做一个切换 那一般来说 假设可能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别 然后会分别两种不同的厂牌的独立系统来去做搭配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机械视觉CCD跟机械手 在校正的时候会花比较多的功夫 然后比较多的时间去二次开发 加两个控制器分别去做一些搭配跟计算 那其实在我们这样的系统架构里面 有我们台大的产品里面 我们基本上就会在软体中把校正需要的功能都整合在一个界面 一个画面做一个快速的一键标定 然后让使用者可以很快速的自动完成这样一个坐标之间的转换 然后让终端使用者可以比较快速的上手 好那最后再结论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方案的几个特色 就是我们导入了机器人跟视觉取代人工取代人眼 实现这个传统产业在智能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针对连杀部的边形 我们应用比对然后去做一个边形比对的一个修正去取向 然后提升它整体的一个凭接上面的一个精度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机器人跟上位控制器 我们虽然是两个独立的不同的控制器系统 那我们将以用高速网路通讯跟上位的控制器 来达到一个整个的生产流程 减少不必要的停顿 那这样就进一步就可以提升这整体的阐述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架构里面 我们都是用高速网路 那不管是Ethernet IP Mobile TCP 那提供这整体系统里面更稳定 以及更高速的一个通讯传输界面 那以上是我跟各位的说明 请不吝点赞订阅